好,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小龍咒 小龍咒最有名的一顆方 他的找法就是Bettel II往Bettel II方向找 然後呢,距離五倍可以找到小龍咒的一個很亮的星星叫勾成衣 他勾成是什麼呢? 他是漢武帝當時的一個官員 各位有沒有看過真環傳? 真環傳最經典的部分是哪一段 搬綠頭牌,對不對? 搬綠頭牌的那個官員叫什麼? 有沒有認真看? 事務太監 我認真去查了一下,事務太監 但是在漢武帝時代呢 我們知道漢武帝有一個他非常專情 各位有沒有知道一個成語叫金屋長椒 金屋長椒,那個椒是誰? 對,成阿椒 你知道漢武帝獨寵成阿椒幾年? 十年 十年 可是這個皇后呢,阿椒呢 十年都沒有幫他生小孩子 身為媽媽的你會怎麼辦? 結了婚十年都沒生小孩子 漢武帝又獨寵他 如果你知道嗎? 我們中國古代是傳職嗎? 如果沒有小孩子 那這個就不用斷了嗎? 是不是很... 作為漢武帝的媽媽 假設你們是漢武帝的媽媽 你們會怎麼辦? 要想一個好方法 我一定漢武帝今天要什麼? 輪法,對不對? 輪法 可是漢武帝又覺得 我不喜歡啦 我今天還是要想去阿椒那怎麼辦? 好嘛 但有個最好方法就是抽籤嘛 對不對? 抽到哪一間你就去那間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大武帝的媽媽就訂了一個官員 叫勾屋城 就拿個籤筒讓他去勾 今天勾到誰呢? 他有沒有你知道 乖乖的去 去那邊 晚上去跟他睡 好 那除了 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小鹿亂中 小鹿亂中是哪個朝代的事情? 哪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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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 朱元昌晚年也是非常 獨寵 一個妃 那朱元昌的老婆叫什麼? 馬皇后 對 如果當皇帝獨寵一個某個妃的時候 是不是他容易作亂 所以呢 他就規定 朱元昌如果你今天晚上要去哪裡呢? 我規定 你就坐在小屋上面 路跑去哪一間房間? 你就今天去哪一間房間睡覺 那如果今天路 想去任何一個房間 那你就怎麼辦? 你不乖乖要自己坐 自己在辦公室裡面睡覺 那各位 聽完這個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選擇路? 為什麼是小鹿? 馬皇后 從小是不是跟 跟作業當兩個在農地裡面生長 他了解 小鹿是一個對於血非常敏感的動物 所以他在每個後 後宮 後宮的那個 廢裡面的房間門口 都給他放 血跡 我就不進去了 好 懂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事上來講的話 就是 就是主要構成的 這邊 那前面的話 這邊有七星道道 前面有帝跟太子 然後樹子 後宮 這就是他 好 那之前講過的生華六獎 還記不記得? 是哪一個皇帝? 武則天 武則天 好 武則天 好 那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整個在裡面的 整個中國中心 天空的話 中國把它命名為子為原 那為什麼用子呢? 中國是什麼? 銀黃子孫 要嘛就紅的 要嘛就黃的 可是為什麼中國古天空的中間 要用子? 為什麼是紫? 為什麼是紫? 蛤 為什麼是紫? 中國很少有紫的東西 用紫色的紫 這個東西很少出現 通常我們都叫銀黃子孫嘛 銀是火嘛 黃是黃色嘛 要嘛就紅 要嘛就火 火為 紅為 圓 或者是黃為圓 為什麼用紫? 這是有特別的意義 主要是這個紫是什麼? 中國古代在山海經裡有寫到 叫做紫龍蒸氣 那紫龍蒸氣是什麼? 紫龍蒸氣 紫龍蒸氣的事情 在山海經裡面的話 叫做什麼? 就是我們聽到的這個極光 那為什麼大家都很喜歡看的極光呢? 尤其像去年的時候 我跟我老婆度蜜月就去歐洲農約度蜜月 最多的人是什麼? 大陸 好恐怖喔 從北京有直飛的飛機過來 一堆 你知道為什麼大陸很喜歡去看極光嗎? 因為有這句話 賤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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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人 那為什麼? 想得來 真的 好 好 可是我弟 啊 事實上 我後來去查了 我們知道 皇帝 皇帝的媽媽 當時她懷皇帝的時候 在過去歷史上記載 她在懷孕前的時候 看到的就是紫龍 紫龍就是這個 這個 這是紫龍 而懷懷皇帝 這個 皇帝 所以中國來講 都很喜歡看到這個 這叫紫龍 這叫真希 你看 好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來扯一下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什麼? 紫龍真希 就是我們 領領大名的誰? 什麼東西? 極光 好 各位知道 今年什麼年? 聯合國科文叫魯茲扒 今年定為一個特別的 科學年 叫做光年 光年 他在紀念一百年前的事情 那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去年去度蜜月的時候 為什麼要去呢? 因為 就只要去追隨這個人 各位知不知道 要先介紹兩個人物 一個叫做湯姆森 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院長 叫做湯姆森 他的偉大的攻擊 這是什麼? 發現原子的什麼? 原子盒裡面的電子 電子是他發現的 所以他是諾貝爾獎 第二屆 第二屆諾貝爾物理獎的兒主 的兒主 第一個 湯姆森 一個三一學院的院長 三一學院是誰? 牛頓所在的地方 是不是很高? 而且又是院長 結果諾貝爾獎 這樣的大師是不是很偉大? 他說講的話是不是很重要? 講的話是不是正理? 好 可是呢 他的學生 他有一個學生叫波爾 波爾呢 波爾是挪威人 挪威人 他慕名地去跟著 這個世界級的大師做學問 可是他發覺原 我們都知道湯姆森的話 他對於電子在原子核分布的 成什麼理論? 西瓜子的分布 最近台灣西瓜大師有沒有去吃西瓜? 西瓜是不是亂跳? 亂跳齁 湯姆森就覺得說電子在原子核分布上亂跳 可是他的學生覺得 老師你講的是錯誤的 我覺得他應該像街地一樣 有固定的位置 好 我是湯姆森 你們是我的學生 你覺得我會怎麼對待你 反過來你們是老師 而且你是全世界的 又拿諾貝爾獎 又是皇家學院的院長 我這個學生 不懂事事 說好事情 你的學生 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舉例是錯誤的 你會怎麼處理我? 難掉重修 對不對? 所以 跟各位講 湯姆森的話 更厲害 當波爾在NATURE 發表那個 波爾氫原子模型 他提出的這個能接理論的時候 那個 湯姆森就在NATURE這文雜誌 寫 這個理論是全世界最荒謬的理論 你如果是波爾的話 你如果是波爾的話 老師說你是全世界最荒謬的 你會怎麼辦? 還要繼續留在英國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他在1914年的2月22號 離開了英國皇家學院 搭了船 回到了摩威 在這七天的航行 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看到了什麼? 北方天空 出現很大的極光 實際上極光是我們現在講的 他們到達成為北極之光 北極之光 極光是長什麼樣子 看我剛剛 要整片的 各位知道畫家 通常畫天空 或著你看天空 藍色是不是有時候會漸層 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極光 很均勻的這個 同一個顏色 他覺得很奇怪 哪一個畫家 哪一個現象 怎麼會可以 這麼大面積的分布 這麼大視角的分布 所以呢 他回到 他當他燈 他從摩威燈 靠岸之後 從貝爾跟靠岸之後 他開始研究 然後你知道 歐洲有很多的彩繪玻璃 什麼叫彩繪玻璃 是不是 玻璃裡面 摻了很多的 不是顏色塗上去喔 他摻了很多元素 化學元素 他就拿那個彩繪玻璃 對著這個極光看 誒 原本紫色的 會消失 原本綠色的 會消失 他發現這個極光的頻率什麼 光頻率什麼 不定頻率 所以他就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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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實驗實驗實驗 然後在1915年 19 隔年1915年 提出了波爾清炎之 模型 在1915年 他提出波爾清炎的 想年他只有25歲 25歲 想年 各位知不知道他幾年拿到諾貝爾獎 跟各位講,第一件諾貝爾獎,我們知道是倫琴 倫琴在1895年發現了X光 在1901年拿到第一件諾貝爾獎,是不是五年後 湯姆森也是1895年發行電子 她在1901年拿到諾貝爾獎,是不是六年 各位,我跟妳講,她1915年提出了過清雲子模型 幾年後拿到諾貝爾獎 1922年 1917年就拿到諾貝爾獎 她是最早拿到諾貝爾獎,也就是三年後就拿到諾貝爾獎 1922年是誰? 潘因斯塔 三年 可是這個波爾他有個性 她走上諾貝爾獎台的時候,通常都是委員會問說 我們今天諾貝爾獎頒給誰?是什麼原因? 我講完了,之後大家等就會上去講,對不對? 然後波爾他一手拿著他老師寫的,在內就發表的文章 我的老師說我的文章是全世界對話沒有的理論 但是我今天要跟世界各位講的是 科學的真理不存在大致的嘴意 只存在什麼? 實驗室的一點一滴的證據 各位知道嗎? 這樣講完了之後,諾貝爾獎 她老師湯姆森的嚇張什麼? 嗯,就掉油膀獎 對,可能就發癌掉 從我剛剛講這一段故事中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我們錯誤的理論通常不會放很久 可是各位知道,一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都知道湯姆森 她提出了西瓜理論 錯了一百年,大家都還知道 她提出了當時的電子在原子的分布是西瓜理論 那這句話的話非常有名 後來美國的司法部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幹美國的司法部 把這句話 該 該什麼? 要不要知道 司法的真相不存在大官的嘴意 只存在什麼? 命案現場的一點一滴的證據裡 真的,你去看美國的司法部 就常常這樣對聯啊 英文啊 這句話後來改變了很多很多 所以她把從英國為主導的科學 移到了歐洲大陸去 各位 那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小熊部作 這位 好 然後進下去 我們剛剛講要怎麼找空母部作 還記得嗎? 我們剛剛講一二三四 她尾巴 背頭七星的尾巴 有什麼? 五六七的岩堂 是不是可以從岩堂找到哪一顆星? 五六七岩堂 是不是可以找到這顆星叫誰? 五五六的大腳 五五六的大腳 五五六的長什麼樣子? 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大腳 是不是這個像那一 天童 這個像那冰淇淋 可以嗎? 好 好 那大腳的話 大腳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各位 知不知道 政治 經濟 這兩個名詞從哪裡來? 中國有沒有政治? 事故全數 我翻過沒有政治這兩個名詞 台灣很多政治系 政治這兩個名詞從哪裡來? 經濟系 經濟 經濟這兩個名詞從哪裡來? 蛤? 知不知道 日本 叫我戰敗要從日本 看過來的 中國沒有政治 只有為政 有作為的政策 你去查事故的話 就只有為政 那大腳的話 在中國裡面 是什麼東西? 哪一個天章? 什麼東西? 美國最有名的 龍捲風 龍捲風 中國五代目叫做龍捲風 叫做什麼? 大腳羊風 大腳羊 有一種羊 它腳是不是螺旋狀的 台北市木障東園 木障東園也有一種羊 那腳是這樣旋轉的 那 那 最主要是看到這顆大腳羊出來的時候 欸 這時候 因為中國古代的話 在四川那個地方 會有龍捲風 會有龍捲風 那 跟各位講一下 像台灣的達歐族 大腳這顆星稱為什麼? 知不知道 叫飛魚星 飛魚星 你只要它這顆星 從東方地面 黃昏的時候 從東方地面 升起的時候 這時候飛魚就過來了 好 那接下去呢 我們怎麼找獅子座? 獅子座八大行鑽 它前面有鐮刀狀 有六顆組成的獅子頭 那什麼獅子座呢? 北斗有什麼? 獅王 山的方向延長 就可以找到軒圓十四 它 我把它放大來看 獅子座 前面這是一個鐮刀 這是鐮刀 那怎麼找呢? 北斗一二三四 四網山的延長 就可以找到一個亮晶 這一顆叫做獅子座的軒圓十四 然後呢 它這邊有四顆身體 這是它的尾巴 尾巴呢 稱為五地 五地座衣 是一個三角五地座衣 好 那軒圓十四呢 不是只有獅子 只有獅子 它總共有十六顆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九 這兩顆是天貓做的 那另外呢 這兩顆 好 這是軒圓 軒圓 軒圓十 那我們剛剛講過Regula Regula主要是 Regula主要是亞歷三大的時候 亞歷三大的時候 你知道嗎 亞歷三大他當時打下埃及的時候 在開羅城的時候 蓋了一個亞歷三大城 那他那時候他每年的皇帝生日的時候 全部周圍的 部落都要跟他都要來助手 那各位知道嗎 如果皇帝生日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去 如果一個人生日 然後你遲到 另外一天到 是不是很怎樣 求必 那你如果找到了 是不是也求必了 所以呢 他就 就發現到 當皇昏落下去的時候 東方 西方的那個 這個軒圓十四的時候 剛好貼緊的時候 貼地裡面的時候 他這時候就是那個 亞歷三大皇帝生日的日子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把它當成一個規則 好 那他製作裡面的後面的話 這個部分就我們的太維園 太維園的話 主要就跟 我們上次也講過 他最主要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的什麼 在東漢末廉的郭埔藏經的時候 發展成風水學 風水學 那內屏 好 那前面的話 還有一個靈臺 靈臺是什麼東西 你在看靈臺是什麼 靈臺是什麼 靈臺什麼東西 靈臺什麼東西 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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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今天我們會講到的是 下一個 這弧線下來的話 就會遇到的一個叫做 角秀衣 角秀衣 那四女座的形狀的話 是 Y字形 好 那腳秀衣的話 呃 這字 跟什麼字很像 大家都會啊 A字 P P C I A OK 那西方的話 通常稱為 角秀衣又稱 邁秀衣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字叫做 為是特名 這最主要的話 是跟 因為我們去那個 去德國的時候 我們有去看到這個 羅馬帝國時代 因為我們邁有兩種 一個叫村邁 一種叫東邁 什麼是村邁 什麼時候 春天 什麼時候 擦陽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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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座的都要什麼時候擦陽 春天擦陽 什麼時候收成 秋天收成 對不對 如果告訴你 有一種賣 是秋天擦下去 隔天的春天才會收成 你會覺得這種賣什麼 很特別吧 對不對 這很特別 那個賣叫做東賣 各位如果學商的知道 起窩要從東賣才會賺大錢 東賣 東賣 東賣的話 就是這個 史比卡 他的學名就是 用這個字 海德華 這裡面的話 有頻道和開會 那我們來看 各位如果有機會 去海德堡 那個植物園裡面 就有這個 這個植物在 東賣 那 九州的話 這邊是我們所謂的 太威園 太威園 最主要是 跟皇帝的上班有關 那後來慢慢發展出了風水學 那這個車 業者 那各位來講的話 各位以後上班的話 第一件事要拜誰 跟誰打好關係 報案 啊 報案 報什麼 報案 對 記得一定要跟那個 進門口的那個人 發射到關心 喔 免得到時候 老闆來了 跟你講 那你就差不多 那平道啊 最主要是用來測 金木水火圖 五星的經過的地方 那這個曲線的話 繼續往下走 就會找到了烏鴉 烏鴉 它是整袖跟長沙 長沙 那這個東西的話 整袖就是皇帝的 因為中國古代的整個新官的話 大致上 我們上次有講過 比較跟軍事跟煉兵有關 還有一些農耕有關 那春季大致上是農耕跟一些煉兵有關 那這就是皇帝的那個坐車出來的情況 好了 大致上它的位置在這邊 出來 是一個不規則四年輕 長沙 在這邊中間有個長沙 好 那各位知道呢 春季的時候 往南看到了整袖的時候 接下去就想很想看一個東西 現在如果在台灣 知道最想看什麼 五月份最想看什麼 很多人就卡 卡 好了 肯定去 南詞之心對不對 南詞之心 那個名詞是從什麼時候就有的 你知不知道 漢武帝時代就有 你知道漢武帝那時候就是把越南收為國有 他叛亂嘛 就派兵去把他打一打 你知道嗎 漢武帝跟越南打架 幾年就把他越南收回國有 收編為自己固有之疆土 幾年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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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 所以說從拯救這個 往下 我背 就可以找到南詞 南詞之心 往下走 那在他旁邊的話 會有一個叫做 庫羅 庫羅 庫羅是什麼東西 猜猜看 我們現在的樓是 樓房嘛 是什麼東西 是房子 往上跌對不對 知不知道 他武帝 憑什麼 可以很順利的把越南 花兩年時間 就把這個國家殲滅掉 知不知道 他最大的發明 就發明了這兩個東西 去製作戰這兩個東西 你是不是海上 海軍是不是過去 你如果 你知道啊 像陸地的話 我一堆人 騎著馬 大軍就可以 你十萬大軍是不是可以過去 可是你要是海戰的話 你沒有辦法十萬大軍過去 船是不是可以 有辦法運十萬大軍 所以他發明了兩 兩種戰船 樓是什麼戰船 那個 船上面 像蓋樓房一樣 要疊上去 疊幾層 再看看你們知道 現在目前所知道的 可以疊到五層 所以一艘船 將近有五千兵力 庫呢 是專門在 那個 戰車的 那個 所謂古代戰車 到底就是一匹馬 一匹馬 然後 後面也發了一個東西 算是這種 叫戰車 對 他發明了這兩種戰船 才很快 在兩年內的時候 把它變成整個 把它殲滅掉 可以 在中國 古天文裡面 還有很多的軍事設備 那為什麼哈姆帝能夠這麼厲害 成為中國裡面 第一個很強的國家 最主要的關鍵點 他發明了很多的 戰爭的策略 戰爭的策略 而且他也發明 也用了蠻多的人 也有很多 之間大為他 那接下來就拒絕 往下 那義秀的話 是所謂的什麼 分裂式 分裂式 在青山引力從書裡面 就看到了 裂兵的一個方法 那義秀 拒絕坐這邊 那義秀的話 各位可以看喔 義秀的話 就是長這樣子 他向他用鳥生氣 這是鳥頭 鳥尾 這是他生氣的翅膀 這是軍事的正法裡面的 好 一個 好 那以上 都要大家這樣講的 從這些數目 那各位有什麼 聽到 我讓我們下課後 繼續 再來聊 好